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交也放量到1421亿港元 其中我们看到金融还有新经济股领涨 内房跟物管股也都出现暴富性反弹 汽车股表现也不遑多让 不过值得留意的是 北水扭转两天竟买入的势头 今天竟卖出超过60亿 那么对于今天港股的走势 究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多 有请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 地域上海证券首席策略师叶上志 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 至于内地三大股市 今天也受到利好政策的激励 涨幅都超过了2% 两市成交增加超过四成到9000多亿元 北上资金单日竟买入的金额 更创2021年12月以来的新高 带您看报道 说到中央政治局会议 释放的积极信号提振 内地呼声股市今天集体反弹 三大指数高开高走 涨幅都超过2% 从行业表现来看 以券商保险为首的大金融板块爆发 房地产板块也掀起涨停潮 并带动装修家具家电等下游产业链走高 汽车消费板块也表现活跃 不过电力股则表现较弱 户指收报3231点 胜负2.13% 深圳指收报11021点 胜负2.54% 创业板指数升2.14% 科创武林指数升1.46% 两市成交明显放量值超过9000亿元人民币 北上资金即买入189.83亿元 单日即买入额创2021年12月以来新高 香港股市今天同样在政策利好讯号提振下 大幅攀升 恒人指数高开高走 开盘大涨超过500点 轻松站上19000点大关 涨幅持续扩大 午后最多大涨797点 中场已接近日高位置收盘 创出上月20号以来的新高 收盘爆19434点 升766点 升幅4.1% 主板成交明显放量值1421亿港元 蓝筹股走出普涨行情 内房汽车和科技股涨势凌厉 内房企业指数暴涨超过1成4 其中龙湖地产暴涨超过2成半 碧桂园暴涨超过1成8 华人质地和中国海外发展的涨幅 也双双超过10% 科技指数也大涨超过6% 其中小鹏和哔哩哔哩都攀升超过1成 亚太区其他股市走势分化 日本股市微跌0.06% 韩国股市和台湾股市双双收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央政治局会议重提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将让国有大行在市场上抛售美元买入人民币 带同人民币的集息会价 今天大涨超过600个基点 涨幅创近4个多月来最大 跟离岸价双双升到近两周来的最高位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周二开出的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暴7.1406 是超过一周的最高位 小幅上升45个基点 较市场预期的大幅贬值至7.2044 偏强多达638个基点 集息会价跳空高开后持续加强 中场大幅收高666个基点 幅度达到0.93% 是3月10号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而7.1365也是近两周的最高位 离岸会价也进一步大幅上扬 曾经涨破7.14水平 也是近两周的最高位 与在岸价的价差微乎其微 市场人士指出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多年来首次重提汇率问题 表示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令人民币空头措手不及 同时路透社引述三名消息人士透露 国有大行早上在离岸和在岸市场 大举出售美元 买入人民币 出发美元多头纷纷止损 推动再离岸价大幅抽升 其他货币方面 台币中止连续四天的跌势 韩元等货币也普遍温和走高 有部分内地房企的债务问题 近期持续困扰港股市场 今天远洋集团发了一个公告表示 由于流动性有压力 可能没有办法偿付 即将到期的债券 将会争取附属公司债 完成展期的工作 至于另外一家房企碧桂园 则强调会如期还债 则拉动碧桂园 境内外上市的企业债 出现报复性的上涨 内地房企远洋集团 周二在港交所发布公告 表示自今年二季度开始 受到行业表现和自身 退盘节奏影响 销售和回款持续走弱 信用债在融资也持续停滞 综合影响下 集团流动性高度沉压 公司债券暗期足额对付 存在较大困难 计划与债券持有人 协商调整公司债 对付安排 公告指出 集团旗下全资附属公司 远洋控股中国 会从周四开始 以免三天召开持有人会议 审议一笔于8月2日到期的 20亿元人民币公司债 涨期翻案 根据公告 这笔公司债 今年内本金 将会分开四期兑付 拟对付比例 由之前计划的15% 提高到25% 明年上旬则兑付10% 其余的65%本金 将会在涨期一年后兑付 另外 今日遭到外资投行 下调评级的房企 币国语元 像多家内地媒体表示 至今所有债券 都按时偿还本金和利息 也没有发现近期可能导致 债券价格波动 但未公开的重大讯息 创办人杨过强和女儿 及主席杨慧元 都如常在内地的公司总部办公 币国语元多支境内债券 近期价格极错 市场关注公司的流动性压力 是否会波及偿债能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央政治局会议 对房地产政策的表述 略高过市场的预期 令到市场憧憬 会有更多的城市 加入松绑限购现代 还有限售政策的行列 以激活购房的需求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内房 跟物款板块的一扫阴霾 那么其中在昨天 上演股在双沙的碧桂园 反弹近两成 碧桂园服务和龙湖 更暴涨超过两成五 那么有关港股方面的话题 我们立刻请教 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 叶上志 上志你好 福江你好 上次听见我的声音吗 可以啊 听得见福江 是 上次我们看到今天 港股跟NA股的 这个内房板块 受到政策利好的激励 都出现了一个 这个标涨的一个情况 不过我们关注到了 投行花旗他发了一个报告 他说未来大规模政策 刺激仍然不可能会出现 而且市场恐怕需要 等待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 才可以看到真正的 松绑政策的一个执行情况 跟真正的影响 所以大家想问的就是对于房地产板块 那么对于在房地产板块在今天的这个狂欢之后 未来是不是还具有持续上涨的空间 对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 因为大家也知道 房地产的一个整顿 其实都好一段时间 那其实下了三条红线 对一些可能发展的过分激进的一些内房屋 其实都有一些那个要把它搞好 那个贷款的利率不能太高 因为这个也是必须的 因为我们要求的是一个健康 还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格局 所以也长顿了好一段时间 那么如果您说一些信心是不是那么快 就可以恢复呢 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大家也在一步一步看 所以包括一些话题啊 一些外资啊 一些态度呢 我们觉得慢慢的调过来 那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 那总的来说 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吧 因为现在您看到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张成面是回软的 包括去年五月份开启了 我们看到已经保招楼啊 那么一些优秀的一些 您说是一些民营的一些房地产公司也好 那些央企背景的一些内房的一些发展上也好 那么其实有一些都 哎可以优秀的 我们觉得应该可以再更多的来扶持的 那其实就来一些贷款 那一些多拿嘛 也可以有一些松绑嘛 那所以其实目前我们觉得 现在也不是今天 其实张成面已经回软 那么市场的信心是要恢复 那么但是目前啊 刚出来的政治局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呢 也就是说支持的力度 我们看到是扎大的 那么当市场这边需要一些时间来传导 那么还有我们比较注意的就是一些政策出来 市场的信心恢复了没了更多 我们是看大家买访了没 毕竟这个是刚需的 所以其实这个出来更多 我们落实到每一家公司呢 他们的销售怎么样 回笼的资金怎么样 因为毕竟房地产公司是一个重资产的一个行业嘛 更多是涨这个周转的 所以如果再下来我们更多关注 就是市场的信心恢复了没 也看每一家公司的销售的数字已经起来了没 这个是我们接下来比较重点的一个观察的指数 OK就是接下来要关注的具有关于 他们的这个销售的这个基本面究竟有没有好转 那另外我们看到今天港股跟A股集体放量大涨 主要就是因为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了一些政策利好的信号 同时它更罕见地提出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的信心 那目前不管是A股也好或者是港股也好 整体的市值都处于非常低的这个水平 所以对于未来估值修复的这个空间上您怎么评估 对那估值呢我们看到 确实还是比较比较合理的 其实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 那但这个也不是今天呢 也不是今天这个才港股啊 这边八倍的一个行率 其实这个已经维持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了 所以为什么这个估值那么低呢 其实也没能够启动 其实这个更多也是大家 就是信心的这个情况嘛 那么信心我们也知道去这个很重要去比黄金更贵的嘛 所以其实如果这个出来包括今天我们看到 港股的交易量哇可以了好1400多亿了 那其实这个也是达标因为我们我个人有一个标准的嘛 起码您这个信心回来就是基金回流 那肯定体现在交易量您会有一个有效的一个提升嘛 那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指标了嘛 年内去港股日均的交易量到目前为止是1130个亿啊 那其实早前一直都没达标了嘛 但今天好了 今天1400个亿 那其实比对年内的日均的交易量要多 这个也是我们参考的就是可以达标了 那这个呢其实有一些基金回流 有些迹象 那么当时如果你说未来一两天 这个基金回流的这个是不是能够保持呢 那港股的交易量是不是也能够保持在1130个亿以上呢 那毕竟我们最后估值是低嘛 那么最终还是基金流入来做一个发现嘛 所以其实估值是低的 更多的可能基金是不是回流 给了这个估值有一个提振 有一个修复 那么这个也是很重要 所以未来一两天挺关键的 那我自己大家包括我自己也会多观察 就是港股的交易量是不是还是能够保持下来 这个是我现在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察点呢 好 那么上次呢 就是建议大家要观察今后一两天的这个成交量 有没有持续放大 有放大的话 那么就表示后市是可期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的 就是由于市场的这个气氛好转 加上之前我们也看到了 中央有关部门也提出了一个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些政策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大型的客王股呢 也明显造好 包括腾讯阿里巴巴涨幅超过6% 像小鹏汽车涨幅呢 更接近18% 那么另外市场关注的是美联储 美联储们马上举行一些会议 预计呢在这次加息25个基点之后呢 应该会按一下暂停键 那么一般利率走 如果停止加息的话 是利好一些新能源或新经济股的 所以对于这些新经济股 或者是新能源股 那您觉得新能源汽车股 那他们后市是不是还可以去去看好呢 对了 那其实我们看是两个方面嘛 那一个是内部的 包括刚才我们这个中央政治局的一个会议 那当然您也不是 当然是一个组合传来的嘛 那一个方面呢 其实房地产这边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另外一边呢 哇 现在说也很多相对年轻的这个学历 可能也是偏高嘛 那他们一般也是做一些 什么平台啊 经济啊 那一些 所以我们看到了 其实是一个组合的一个政策来的 不但是房地产 另外一边呢就是互联网啊 平台经济啊 一些很多都年轻的都会往这一边去发展 因为他们也是比较这一边是比较感兴趣嘛 所以如果他们这一边都能够搞起来 其实你整个这内部我们看是整体的 也不是单一个环节的 所以现在的政策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也是比较传绵的这个是内部 那如果外面呢 其实我们也要看因为美国加息 那可能本周四凌晨的时候 以息的结果就是会出来 可能还会加 大家估计呢还会加0.25厘 但可能也接近了加息的一个阶段 一个微生的阶段嘛 因为我们除了看自己呢 也要看外部的 外部如果 哎 美国那边还在加息 因为他们高通降嘛 那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些 可能是不是有进一步 加大一个宽松的一个力度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利率再调低的时候 但是外围还在加息这个西差 它有一个扩大的时候会不会引发一些资金外流呢 我们也要考虑的嘛 所以其实内部我们看到政策都比较整体 比较传绵的 那其他呢 其实我们也是要看着我们是在博弈的 如果那一边真的已经是加息到了微生 那我们这个就哎 那可以哦 那我们可以加大我们适度宽松的这个力度哦 所以其实这些我看的就是总和起来也是 我们是看整体的 那整体的时候 我觉得现在应该也是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实验 就是我们对包括港股 其实A股啊 高方面 其实我们也看到 其实对 起码我们看到第三季 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来的 OK 那么当然这个上次的解读 也给观众朋友做一个建议 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股份 不知道上次有没有使用 都没有使用的 好分享 现在上次就我们今天财林赫里话题做的分析先 下一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 内房企业在的今天集体大涨 不过中国国债的限期货却双双大跌 我们待会见 中国承诺支持经济提振市场的信心 不过企业获利好坏参办 将全球主要的央行都要举行一席会议 这令到欧洲股市目前投资的气氛谨慎 大多数的股市是牛皮靠稳的 再当您回顾作为美股收盘的数据 道琼斯公会指数 在昨天连升第11天 再创2017年2月以来的这场声浪 至于纳达克指数结束两年跌 回升0.19% 标普白指数也上升0.4% 美联储周二开始会 一连两天举行一席会议 市场预期会加息0.25离 不过被外界视为 美联储发放讯息的 《华尔街日报》去指出 当局还没有准备好 要宣布成功对抗通胀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指 有部分美联储的官员担心 近期的物价回落只是暂时的现象 尤其是就业仍然强劲 推升薪酬 都让核心通胀的压力持续 认为美联储还没有准备好 要宣布战胜通胀 所以似乎在周四加息 0.25离之后 还要似乎夏季是否有理由支持 再度加息 而英国《金融时报》 则引述分析师的话表示 美联储在这次的议息后 应该会示意加息周期还没有完结 并且对收紧货币政策持开放的态度 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后 房企在今天决定反攻击涨 但是国债的限期货则双双大跌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触发房企债周二急涨 碧桂园其中一支债券最多暴涨超过一倍 但国债则大幅下挫 期货价格浮跌 中长债跌幅超前 30年期的跌幅高达0.86% 同时限券收益率全线走高 中长债收益率普遍收高4到8个基点 非银融入资金的成本也攀升 较周一攀升约35到40个基点 全国和主要股份制银行 一年期同业存单的二级同期限存单 成交明显上升至2.33里附近 不过流动性总量仍然充裕 供需人数平稳 银行兼市场各主要回购利率继续平稳 可以跨越的7.7利率上涨较多 人民银行周二的逆回购操作 规模增加至440亿元 并转为尽投放290亿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有内地的专家指出 中央政治局会议不再强调 房住不炒 这一位楼市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主要的方向就是为居民购房减负 和高质量成真化 在内地经济恢复市头放缓的背景下 24号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受到市场高度关注 会议首先对上半年经济做出整体判断 认为当前主要问题是需求不足 并从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提出应对之策 在投资领域 房地产政策表述也出现明显变化 会议并未重提房住不长 而是表明要事实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 我们可以看到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出清 已经竭尽完成 那么这个时候房地产这个行业本身来讲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风险 这个对吧 就是这个行业 那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政策对房地产里面 它不再强调房住不炒 其实它背后的这个隐含的意思 就是说房地产行业在金融风险 泡沫风险这一块里面的这个引线 已经是拔除了 在对于楼世新的判断之下 邓海星认为 当前政策的重点方向 已经转变为为居民购房减负 以及在超大特大城市 以城中村改造为代表的高质量城镇化 这一波的棚改或者叫城中村改造 它是计较在就是大城市跟超大特大城市 所以从量的角度来看 不会像过去那么大 但是从质的角度来讲 肯定是要比过去会要强很多 这个转变其实是恰恰是呼应了中国的高质量发展的 这么一个特点 中国黄金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 上半年全国黄金的产量和消费量都实现稳健增长 据中国黄金协会最新统计资料 受益于全国黄金企业生产的恢复正常 以及黄金资源优化布局等因素 2023年上半年 中国黄金产量增长至178吨 同比增长2.24% 而上半年黄金消费量达到554吨 同比增长16.37% 其中15黄金投资消费快速增长 金条及金币消费同比增长超过30% 黄金首饰消费量增长近15% 从消费的产品类别来看 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青客重的产品 而且越来越青睐 具有时代气息的黄金饰品 受到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 截至6月底 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价格 较年初上涨超过9% 涨幅高于伦敦现货金的3.7% 另外 中国人民银行连续8个月增持黄金 上半年共增持黄金102.95吨 截至6月底 黄金储备达到2113.48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外管局计划完善 跨境贸易开放政策 扩大资本项目便利化措施 将科技型中小企业 纳入跨境融资便利化的实体 主体范围 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 计划推广的政策 包括了三方面 总计有10项 当中金长项目4项 资本项目6项 扩大资本项目便利化措施 包括三项资本项目政策 当局提出取消 境内企业境外 直接投资前期的费用 累计汇出额不超过 等值300万美元的限制 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 还有专精特新企业 以及科技型中小企业 可以在一定额度内 自主借用外在 印尼政府的官员表示 印尼正准备要推出 新型的激励政策 结合当地的涅矿资源 吸引电动汽车制造商 到当地投资 印尼海洋和投资统筹部长 周二在当地的一个 涅行业会议上表示 将会在周三敲定在印尼 投资电动汽车的激励措施 那么这些措施将会 对标地区竞争对手 泰国跟越南 不过它并没有 透露具体的细节 而作为印尼对华 合作牵头人的 葫芦特还透露 他周四将会在成都 会见比亚迪的高管 同时计划在八月初 要到美国会见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印尼拥有全球最丰富的 电动车 电池原材料 镍金属的锄量 不过当地从2020年开始 禁止镍矿的出口 以作为吸引外资 到当地投资的策略 我是杰姆江 祝您晚安 再会 是杰姆江 祝您的 剧引外资的策略